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今天10月13号的凤凰每周新闻让我们先来关注 美国保健医药大厂强生就宣布由于参与者出现了无法解释的病征暂停旗下新冠疫苗的第三期试验 而受到总统特朗普推荐的里莱公司的抗体疗法13号也出现了安全考虑暂停试验 强生12号晚发表声明公布由于一名参与者无法解释的病征暂停了其新冠疫苗第三期试验 声明指出在任何临床研究中都会预期发生事故和其他所谓的不良事件 尤其是在大型研究中强生的医生和安全监控小组将尝试确定引起病征的可能原因 强生表示将采取的第一步措施是确定证明志愿者是接种了疫苗还是安慰剂 强生以参与者的隐私为由拒绝透露更多细节 医学专家指出强生采取的措施属标准操作程序 强生新冠疫苗第三期试验的目标是 招募6万名志愿者以证明其单剂量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另外 李莱公司13号宣布暂停其新冠抗体疗法的试验 李莱在声明中表示 一个独立的数据安全监控委员会建议 暂停这项由美国政府赞助的试验 声明未透露导致试验暂停的原因 李莱目前正在研发一项类似于再生源抗体肌尾酒的疗法 目前 李莱和再生源都在寻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批准其疗法的紧急使用授权 特朗普在最近的治疗期间 使用了再生源的抗体肌尾酒疗法 特朗普将其称为新冠疗法 并表示将推动这种疗法和其他类似疗法 获得政府批准 凤红卫视王佑佑 白帆 华盛顿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是公布了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预计今年全球经济仍将是深度的衰退 但与6月时的预测相比 组织就认为衰退程度有所缓和 这次疫情不是完畅 which means there could be even worse outcomes the virus is resurging with localized lockdowns being reinstituted now if this worsens and prospects for treatments and vaccines deteriorate the toll on economic activity would be severe and likely amplified by severe financial market turmoil 戈皮纳特表示 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很可能是漫长 不均衡而且高度不确定的 他呼吁全球各个经济体 不要过早的收回财政和货币支持政策 确保经济持续复苏 IMF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会萎缩4.4% 中国的经济将会增长1.9% 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而同时预测到明年 全球经济虽然是有望增长5.2% 但是与6月份的预测相比下调了0.2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南瓜是加拿大每年最后成熟的农作物 全家一起去采摘南瓜是一项 从感恩节到万圣节期间的传统家庭活动 受到疫情的影响 今年的农户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成本 才能维持这个传统 感恩节长周末大温地区迎来雨季 难得一见的晴天 不少市民携家带口 全家大小一起到位于列治文的乡村农场摘南瓜 看到排队的人群 农场主哈里霍格勒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我们不认识是否会被离开 我们不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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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受到新冠肺炎影响 不仅清洁消毒等成本大增 而且往年南瓜节上 备受欢迎的迷你小火车 美食摊位和舞台演出 今年疫情中 出于健康安全原因都只能取消 加上南瓜农场的入场人数受到限制 农场主估计 南瓜节的收入将大幅缩水到 往年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 但是他表示 这个传统仍然要坚持 我们已经做了40年 当然是家庭的事 我们一直加了更多功能 但是现在 比如说车子和所有的事 我们不能用 它只是太硬 这就是不可能 所以这年有很多东西 有很多东西 凤凰卫视 苏惠文 温哥华报道 休息一下 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来看一组综合快学 巴雷特大法官提名听证进入第二天 周二上午 他拒绝透露自己对确立女性堕胎权 李承卑士案件 罗伊素韦德案的看法 但同时表示 他并未对白宫作出任何承诺 民主党人指出 巴雷特在他的法律著作中写道 他认定 罗伊素韦德案是一个错误决定的判例 在听证会上 当他被问到是否认为 罗伊素韦德案或计划生育联盟 诉凯西案的判决是错误的 巴雷特拒绝回答 他表示 他拒绝评价先例 不表达肯定或否定 提问的参议员是参院司法委员会 资深民主党人凡士丹 他指出 罗伊素韦德案或计划生育联盟诉凯西案 对成千上万的女性会有潜在影响 周二的听证会期间 巴雷特还称 他从未与特朗普或其他官员讨论过 他将如何就奥巴马健保 这一悬而未决的案件进行投票 巴雷特坚称 他没有做出任何承诺 因为那样是违背司法独立性的 巴雷特表示 他不会接受民主党人的要求 他拒绝回避有关大选的任何纠纷 美国德克萨斯州13号 开始接受本届大选的提前投票 在德州休斯顿市的一个投票站 13号早上一开门 就出现了长长的人龙 有选民表示 已经排队超过一个小时 但为了尽早完成投票 等候也非常值得 也有选民指出 这一届选举非常重要 必须透过投票 确保自己的声音被听见 德州这一届选举有破纪录的1600万登记选民 选举官员说 根据邮寄投票涌入的空前的速度 他们预计提前投票的投票率 也会达到创纪录的水平 在新冠疫情的阴霾之下 选举官员采取了额外的措施 保护选民 包括向他们派发口罩 选民也可以先戴上手指套 再使用投票机 减低染病的风险 社交距离也将被强制执行 但是尽管选举官员鼓励选民戴口罩 但他们不能强制选民戴口罩 为了减少大牌长龙的情况 和对新冠病毒的担忧 德州各郡将跟踪投票地点的等待时间 并将其发布在网站上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 美国有31个州疫情出现加剧趋势 纽约州调拨资源 协助疫情严重的社区 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纽约州再有122人 因感染新冠病毒需要住院 有12人染疫死亡 西弗吉尼亚州持续有年长患者病逝 在过去的周末 至少有9人离世 全部年过70岁 德州埃尔帕索在本月1号的总确诊数 有接近4000例 急增至12号的超过6000例 超过310名感染者住院 维斯康星州有3人上诉法院 寻求撤销强制口罩令的申请 遭法院驳回 上诉状指 州长埃夫斯三度宣布 维斯康星州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颁令强制民众戴口罩 是超越了州长的法定权利 但法官认为州长并未越权 而且州议会如果不认为当地出现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也有权终止这种状态 并指出如果临时禁制强制口罩令 对整个州份的公共影响甚广 远超过3名元素人的私人利益 由米歇尔奥巴马领导的Wenway All Vote选举倡议组织 正在与NBA巨星勒布朗詹姆斯的More Than A Vote 倡议组织合作 与下周开始在美国主要城市举办活动 以激发人们对大选提前投票的热情 两个组织将于10月18日至31日 在全国各地的提前投票点展开活动 米歇尔周二在给美联社的一份声明中说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尽我们所能让我们的朋友和家人提前做好投票的准备 让他们安全的投票 据了解 米歇尔和詹姆斯计划在亚特兰大、夏洛特、底特律、洛杉矶、密尔沃基、奥兰多市和费城举行面对面活动 地点将设在距提前投票点步行距离的场所举行 这些活动现场还将有音乐名人露面 并且打车软件LIFT还同意为活动提供折扣架的出行服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一组中国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在广东潮汕地区考察调研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3日到海军陆战队视察 海军陆战队是2017年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决策部署调整组件的 习近平通过展板了解海军陆战队基本情况 随后习近平观看了反映部队建设状况的多媒体片 并通过视频查看相关任务分队专项训练情况 习近平对海军陆战队调整组件以来的建设发展和完成任务情况给予充分肯定 他强调海军陆战队是两栖精锐作战力量 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等方面肩负着重要职责 要加快推进转型建设 努力锻造一支合成多能快速反应全域运用的精兵净率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文艺晚会 周二晚在红看体育馆举行 解放军驻港部队骑手护送国旗进入会场 晚会在全体出席人员齐唱国歌的歌声中拉开序幕 今年的晚会围绕抗击新冠疫情自强不息等主题进行 多位香港本地艺人登台 演唱了以齐心抗击新冠疫情以及弘扬爱国主义为主题的组曲 也有香港本地的儿童和尚团献唱了歌颂狮子山精神的歌曲 解放军驻港部队文工团带来了爱在香港和东方蜘蛛等曲目 晚会还邀请到乐剧名林演出颇具岭南特色的著名乐剧选段 今年第16号台风浪卡13号晚上7点20分左右 在海南琼海沿海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 是今年首个登陆海南的台风 入夜后浪卡给当地带来强风雨 海南三亚万宁琼海及零水四个市县 学校已经停课 全省2万多艘渔船回港避风 转移6万多名渔民上岸 乱卡14号凌晨进入北部湾海面 趋向越南北部沿海 海南持续发布台风二级预警和暴雨三级预警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继续下广告之后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星期二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二早时开盘的时候是涨跌互线的格局 纳指一度纯现小幅上升 但是全天都是震荡走地 收盘时三大指数都是下跌左手 投资人在星期二关注公司盈利消息的最新动向 当然现在国会的经济振兴计划还是处在僵局的局面 也反而成为星期二投资人获利回头抛牙的一个诱因 公布业绩的公司是摩根大通和花杰集团两大龙头老大股率先 拉开第三季度的盈利公布的序幕 虽然都是超出市场预期为好的成绩 但是说到投资人的获利回头抛牙 两只股都是纷纷走跌 并带领同业股全部出现走跌 强森公司也是公布业绩 是营业额和美国盈利都是超出市场预期为好 但是因为强森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的疫苗测试 已经出现了新的问题并且喊停 所以在星期二呈现下降股价2.3%的跌幅 苹果公司虽然在星期二开始推出他们5G的第12版新的iPhone 但是因为在星期一呈现大幅上升6.4%的上升幅度 星期二是反而成了获利回头抛牙的主要抛售的一个对象 虽然尽管在展示会上有些新的产品性能出台 但是没有提振投资情绪 国家下降2.7% 黄金价格下降1.9% 是1886块5毛4一盎司 那么石油略微小货反弹2.8% 40美元5毛3一桶 左手 总来说市场在星期二开始关注公司的盈利 接下来也是公司盈利供不期 所以预期大事走势将还会使神圣保守 出现相当大的破釜 以上是星期二情况 富宏卫视旁者纽约报道 再来看由TDMA Trade美丽证券所提供的全球财经指数 以上全球财经指数 由德美丽证券赞助播出 来看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宇宝 中文字幕志愿者赞助 中文字幕志愿者赞助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想请登陆iPhone News.com 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 感谢您收看 再会 凤凤凤凤凰美洲新闻友 选择Stay Farm 让您稳健一声 中国东方航空全新启航 静后您到来 劳力是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金城 纽约人寿 传家之宝 华民胜律师事务所 联合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助